歡迎大家來到米高電玩大本營,我是Michael P的方言,Nines of P這款遊戲 在2022年德國GameComs遊戲展中 被選為最受其當的PS遊戲 這款遊戲在2023年WPC、PlayStation5和Xbox Series X平台 遊戲是由LeoWiz旗下的工作室Roundbar Studio 針對次世代主機平台而開發的動作RPG遊戲 而最震驚甚至諷刺的是 這款最受其當的PS遊戲 在同場活動中將宣布加入Xbox Game Pass的陣容 同時公開了和BOSS戰鬥的新宣傳影片 講以下內容之前,希望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影片Like and Share,以及記得按這個鈴鐺 米高電玩大本營需要有你的支持 P的方言,劇本取材至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的著名童話木偶奇遺記 故事時間點為19世紀末位於法國的美好時代 因為出現了疫症,一隻之間變成了人間的煉獄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木偶奇遺記做黑暗的題材是不是有點奇怪 但其實原著入面,主角中的木偶皮諾休 除了會說謊,還會做出種種不良行為 所以為了有警勢後人的作用 故事作家科洛迪在1881年出版的原著中 最後寫成一場悲慘的結果 木偶皮諾休最後遭到死敵、狐狸和貓處決 吊死在一棵橡樹上 雖然是用童話作故事背景 但從遊戲畫風來看 除了英倫那種歌德式風格 人偶的關鍵角色 更令人想起血緣詛咒入面那位人偶的NPC 在遊戲中,主角木偶皮諾休化名為P 他的創造者木偶斯傑菲特 將P帶到車站後就不見了 後來P在克拉特市的一個廢氣貨車站上騷醒過來 他必須找到他的創造者傑菲特大師 克服城市遭遇的災難 變成師徒變成一個人類 玩家擁有金屬手臂的高戰鬥力 淘寶穿與克拉特市 探索環境 與各種生物和敵人作戰 玩家使用劍和斧頭等武器對付敵人 可以作出躲避和夾搭 而P是有一個機械手 可以配備工具 例如可以用勾來拉近敵人 或者使用火焰噴射器 雖然暫時看上來遊戲的畫面風格 例如體力和氣力 道具的使用欄位等等 都與魂體力很相似 而且現時除了暫時可以看到有限的資料之外 據知遊戲還有製作系統 能夠通過現有的類型組合來創造新的武器 玩家還可以替換P的身體部位 從而發現新的能力 在戰鬥方面我們都可以看到 有些招式是可以將敵人扯過來再攻擊 在有敵方面就不用再逐個打是比較方便 但在被圍偶和對BOSS戰 仍然是有一定的難度 另外這款遊戲似乎更加強調 玩家是不是願意做一個誠實的木偶 因為玩家在特定時刻 需要作出決定來影響事件的發展 遊戲開發人員將它描述為一個具有獨特的謊言系統 你作為主角 所做和所說的都會動態地影響遊戲的玩法 雖然遊戲有很強烈的血緣嘴咒影子 例如能夠和窗口和門口的NPC對話 做一些街道的設計 有些幾乎是有九成的相似 我覺得是有點離譜 但輕狠遊戲本身 仍然有它獨特的故事背景和玩法 製作P的謊言的Romba Studio 算是一間破新的遊戲公司 它是上一款遊戲作品 神有釋放 是當初Leo Whiskey和Blast經過進化之後 Xbox One 平台獨佔登場的作品 並且曾於2021年登上PC Steam 平台的 MMORPG 線上遊戲 雖然遊戲畫面做得不差 但神有釋放採用免費制雙城式的營運方式 當中不少課金機制引來救病 結果評價慘淡 今次Romba Studio 由課金遊戲轉戰為單機遊戲這個情況 實在比較罕見 作為忠實的單機遊戲玩家 絕對值得支持 雖然血緣嘴咒二代推出是近乎絕望 但這款PT方形我個人來看 就可以當是一款向它致敬的作品 如果能夠令一群老獵人耐心得到位值的話 Leo Whis 總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就等我們到時一起來期待這款致敬作品的推出 今集就講到這裏 如果大家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記得按讚、分享、訂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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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鈴鐺 記得按鈴鐺 以便一有新的畫面就可以投資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人的消息 Protect Protect Fulfill Your destiny My destiny Protect Protect 感谢观看